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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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上禮拜我談到碎型 碎型 關於那個什麼 就是 Fibonacci sequence 這些東西 然後數學在 特別是生物 大自然裡面的 大自然這裡面的數學 那我覺得這兩本書寫得非常的好 所以建議大家看 這個是英國人Steward寫的 那英國人寫書我覺得有相當一定的程度 他們寫的英文比較elegant 比較elegant 那我今天主要談的是文藝復興 然後呢 我主要的選舉的材料 主要是那個 就是那個Klein Morris Klein的 他的一系列的書 然後他這部分談的比較是文化部分 文化部分 Morris Klein 那因為這部分會跟藝術有關 會跟藝術有關 所以 另外這本書就是數學與Monnalisa 這個 這個我覺得也是 也是值得看的 然後另外有一個那個 上次演電影的那個什麼 就是達文奇的那個什麼 什麼密碼是什麼 達文奇密碼 那個書也可以看 好 那電影應該去看了 所以那個這樣 然後另外有一本 就是那個 就達文奇密碼 我覺得那個值得看 然後那個電影應該去看 我覺得裡面有一些science的知識 雖然有點杜撞的味道 雖然是有點杜撞的味道 雖然是有點杜撞的味道 但還是有點 有點科學的知識在裡面 值得可以一看 那另外那個 因為我們最後還是要談到科學 那科學之後 當然就是要從 鐵律略啦 那這邊有一本書 很古老的書 然後叫物理學亡國 那就是從鐵律略一直談 談到那個什麼 談到Heisenberg的 那這本書 我覺得寫得非常的好 我不曉得現在還有沒有在賣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反正 以前我讀大學的時候 有錢就是買書 就是當家教 當家教完然後領了錢 第一件事情是先到書裡去 先到書裡去 那有覺得不錯的書 那就買書 這是我最大的嗜好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有 有逛書店的習慣 每個禮拜 至少會逛個一次兩次這樣子 然後 有一些好的書 新的書 然後大概就是每個禮拜 一本兩本嘛 所以我都跟大家挑戰 我到現在為止 一個禮拜至少還是有看一本書 至少一本書 各位我們今天要談文藝復興 那這個字相當有意思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然後這個字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知道是一個這樣讀過大學的人 不僅是讀文的啦 文藝復興這件事情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多少少都應該對他有所了解 對他有所了解 那文藝復興很難說就是單獨一個點 從哪一個時間點開始 從哪一個點開始 他整個就是一個思潮 整個就是一個思潮 所以呢 就是你在看這個西方的文化史的時候 他不會講說什麼 什麼唐詩 宋詞 元曲這些東西嘛 一個朝代然後就一個東西嘛 你就發覺這樣 你自己看這個東西 就是看中國這個歷史 然後一個朝代起來 那前面的東西呢 統統把他毀掉 所以他永遠在那邊打轉 那你看唐詩 宋詞 元曲 元曲 元曲基本上是不入流嘛 看你會不會就這麼認為啦 孤藤老樹昏鴨 小橋流水人家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對吧 元曲 你看元曲那個這樣 整個就是一個悲觀的嘛 那也難怪因為是蒙古人嘛 對吧 是蒙古人同志嘛 所以基本上是王國啦 對吧 但是這個 當然中國文化 講一講 那最後蒙古人也中國人 他基本上是王國的 結果你還把他寫成這樣 你自己看的元朝歷史 漢人的地位是最低的啦 對吧 因為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嘛 那我來的話是澀木人嘛 對吧 那澀木人 我以前也不知道澀木人是什麼 奇怪這是什麼澀木人 原來是眼睛有顏色的嘛 澀木嘛 對不對 就是那些什麼中亞的啦 那些所謂的 大概阿拉伯人啊 西方人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呢 在蒙古的話 你看 就是所謂的元朝那個這樣 漢人的地位是極端的低的 OK 基本上我覺得那是王國啦 那是王國 但是中國人就是這種RQ的精神 他就認為是一代一代 就一代一代這樣傳承的 你甚至裡面滿清也是王國的啊 對 最後那個滿洲人也變成是 他是Chinese whatever OK 所以 那你的西方的 西方這些 這種文化史 它不是這麼分的 不是什麼唐詩 宋詞 元曲這樣子 它是一個這樣 它是用一個 整個一個思潮的 不是用朝代來算的 它沒有 不是用朝代 所以你看呢 你就會有什麼巴洛克的 對不對 你就從音樂來看 就巴洛克的音樂 巴洛克的音樂 就巴哈的音樂嘛 是不是這樣 非常的絲板 它有數學公式啊 它在譜曲的時候 是有數學公式的嘛 你知道嗎 有沒有人學音樂的 對 中間應該有 我們班至少也會有一個兩個 會彈 至少學過鋼琴嘛 對吧 或者有小提琴嘛 應該有嘛 所以我現在解釋就是這個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那這個字我強烈的建議大家回去 就是有字典 音音的字典 還有音漢的字典去查 英文 音漢的字典呢 查不太清來 就說意思不是那麼精準 意思不是那麼精準 你查一下那個什麼 查那個音音的 然後再去查一下那個自首自尾的 這種字典去查一下 Re 你看 你看 Re就是重的 重新來的意思嗎 Reborn嘛 Re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文藝復興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重生啊 OK 文藝復興這個字就是重生 重生 那基本上是對於古代藝術文化的再生 所以最開始是從藝術方面 是從藝術開始 那後來怎樣 整個就把古希臘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重生是因為這樣 你已經死過嘛 你曾經死過 所以才有重生嘛 對吧 對歐洲社會 因為原先有啊 希臘有 那後來消失掉了 那才重新回來 這叫重生嘛 所以呢 它整個就是所謂的重生的意思 那這邊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主要就是因為要有交流 所以如果知道你閉關自首 那永遠不可能改變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跟生物的生物的那種生長法則完全一樣 如果越純的話 它一定是越沒有抗力 最後一定是滅種的 OK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這邊要談就是 那時候是因為有交流 那這個交流事實上是跟阿拉伯人 因為那時候科學各方面最進步的是阿拉伯人 那阿拉伯人呢把古希臘的東西他都保留著 他沒有做任何的創新 整個阿拉伯世界你仔細看 他就是沒有創新 沒有創意 那為什麼會沒有創意 因為他被他的整個知道所謂的 穆斯林的那整個交易把它壓住 你知道任何的研究違背他的基本交易 那眾人都被破壞 所以那個年代阿拉伯人很多知道 很多科學家是被破壞的 被破壞的 所以知道你就出不來 就是知道好人出不來 所以他從阿拉伯人身上呢 他要再去學回到 學回來就希臘人的東西 那這裡邊的整個就是說文藝復興 另一個重要的概念 它是整個數學精神的復興 是數學喔 這整個是數學 這件事情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個就是這樣 數學精神的復興 那整個數學精神 就是從古希臘人帶給人類最大的 就最大的遺產 就是一個獨立的精神 獨立跟自由的精神 整個 所以你自己去看 讀數學的人一定是最強調獨立跟自由 你慢慢去看 所以你看 數學的數學的老師 你到全世界去都一樣 去哈佛一樣 頂多就像我穿的這個樣子 穿T恤 然後穿一個休閒褲 已經算非常正式了 很多都是抵护的嘛 就是短褲嘛 拖鞋的 所以數學的老師對學生穿拖鞋 他不會說欸 你這種服裝一容不整 這樣子 所以就在數學裡面 我們對這種服裝 這些東西也不是那麼在意 他這邊重新強調數學的精神 所以這個數學精神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他重新要強調 就叫毘大格拉斯跟柏拉圖的數學傳統 OK 所以最重要就是回到毘大格拉斯還有柏拉圖 因為後來整個知道到中古世紀 然後整個的 就是說是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一個基督教 就是所謂的天主教 那天主教的成學 基本上是由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在控制的 那亞里斯多德的數學不行 對啊他老師柏拉圖的數學才是行的 OK 所以後來就慢慢這樣要回到來 回到柏拉圖的傳統 所以文藝復興坦白而言就是回到柏拉圖 就是回到柏拉圖 那這個時間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強調人文主義 強調人文主義 那人開始變得重要 人開始變得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 你到歐洲去 比如說你去法國 英國 那一定要去參觀人家的所謂的柏拉圖 一定要去參觀人家的柏拉圖 你去 如果有機會你去看 就是說你去那個柏拉圖 你去那個柏拉圖 你去那個博物館去看 那你自己去看那個畫 那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就文藝復興之前跟文藝復興之後 你看文藝復興之前畫的就是 就是耶穌相 神相 聖母相 聖子相 對吧 當然也會發光 然後文藝復興之後 開始就有打獵的 有午餐的 最後還會在哪一個這樣呢 才會有這種 我所謂蒙拉圖稍微笑 你當然說我當然這個樣子不像 OK Anyway就是這樣 就文藝復興之後 就開始這樣 對人 對吧 人就站出來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開始對人本身 就是對人本身的興趣 然後以前就受了宗教的影響 對吧 所以你看古希臘 你看你注意再看一下古希臘的雕像 都是裸體的對吧 對吧 那後來這樣 到了那個什麼 就是就是 就是丟掉進來 然後到羅馬 然後到羅馬 然後後來丟掉進來之後 那這些雕像 他沒有把它毀掉 我覺得也還好 他就把它綁起來 那些重要部位 就把它用個東西 把它綁起來綁起來 對吧 那綁起來 這個動作就是這樣 就是一種束縛 就是一種束縛 那到文藝復興之後 就開始這樣 把它解開掉 就是一種釋放 就是一種自由 就是人被釋放 人被釋放 人被釋放之後 那你就所有的創意 都可以出來 所以如果有人說 如果有人說 文藝復興 如果簡單用一個字來代表 文藝復興 簡單一個字 就是人 有人就這麼說 就用一個字來代表文藝復興 那就是人 你看到了人 不是上帝 不是神 OK 所以就開始 就是說對人本身 還有人的價值 重新產生信心 然後人的精神得到解放 那文藝復興 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如果你要說 中國的貢獻 也有貢獻 就主要就是 整個羅盤的引進 然後就是 所謂中國古代三大發明 還有火藥 還有印刷術 印刷術 這是有貢獻的 這有貢獻 但是知道 這些東西在中國發明 然後後來對中國影響 不是那麼大 那在西方 竟然造成文藝復興 整個近代文明的出現 對吧 所以如果有人還動不動 還在講說 中國古代三大發明 講這東西 你只能說 子孫不孝 你只能說子孫不孝 還有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有了這些發明 那這些發明 並沒有導致更創意性的東西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一定是跟你的政治因素有關嗎 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說得更廣義 就是跟這塊土地有關係嗎 你這塊土地的土壤一定有問題 所以這些這樣 這些所謂的科學的精神 對吧 真正人文的詩 或者是這些哲學的思想 就出不來了 那就出不來了 OK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不可缺少的 就這文藝復興也沒有用 這文藝復興也不足以 整個經代文明的改變 就如果文藝復興也不夠 所以那時候還加上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那宗教改革之後呢 開始就是這樣 政治歸政治 然後宗教歸宗教 然後宗教不再插手 再這樣 政治還有其他所有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這樣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否則這樣 你所有的研究 那如果違背它的交易 那就完蛋了嘛 OK 所以這個就是說這樣 整個宗教改革的影響 所以宗教改革 所以後來你注意看 那些科學最進步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 所謂的新教的地方 德國嘛 英國嘛 但法國比較特別就是了 法國比較特別 那你注意看 像瑞士等等這些地方 整個科學比較進步 或者思想家最多的 大概就是這種地方 所以自由對一個學術的環境 對整個人的思想的影響 非常的重要 就是一個自由 那還有這邊 宗教改革 後來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這樣 他以前的禱告要透過神父嘛 透過那些祭司嘛 那你也不能隨便讀聖軍啊 對 你不能隨便讀聖軍 所以這樣要神父讀給你聽 才能按照他的意思嘛 按照天主教的教育的意思 來給你洗腦 但是這樣 後來宗教改革之後就開始這樣 所以跟剛剛的印刷術的影響 就開始印聖軍 每個人就開始會看了 然後到宗教改革 還不到宗教改革 超那個時間 開始就很多人用自己的語言 翻譯聖軍 所以第一個翻譯的 第一個翻譯的就是威克里夫 這英國人 這是第一個翻譯聖軍為英文的 但這個人後來就被破壞 被 也算是破壞 後來他死了之後 對吧 人家再把他搬出來 把他骨頭搬出來 好像在鞭尸 但是他整個對那個什麼 對那個新教 對基督教的影響非常深刻 這是威克里夫 對 這是拉丁文 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後來變成拉丁文 但就是說聖軍 它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舊約 就以耶穌之前就叫舊約 那後來耶穌來了 重新立約嘛 就叫新約 那舊約呢 是用所謂的希伯來文寫的 因為這是猶太人的聖軍 對吧 這是希伯來文寫的 然後新約呢 那時候是在所謂的希臘的時代 所以是用希臘文寫的 是用希臘文寫的 所以你如果 但是那個時候的 那時候的希臘文 跟現在的希臘文 是不一樣喔 所以有的人就以為說 現在的希臘文跟以前的 是一樣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幾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語言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對聖軍有 就是對聖軍有興趣 如果你要研究聖軍 那可能要讀點希臘文 讀點希臘文 讀點希伯來文 但我知道他們 一些就是他們那些讀神學的人 西方人 就是華人 華人幾乎很難 因為這是語言的問題 你自己看那些牧師 那些神學家 他的語文是非常好的 那些語文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們的語文的訓練 特別厲害 所以我知道台灣的 就是台灣的宣教師 台灣的基督教的 台灣基督教傳進來 北部是從加拿大的長老會 然後南部的 南部的教會是從 蘇格蘭的長老會來的 所以長老會在台灣的歷史最久 長老會的歷史 比日本還更早進來 比日本還更早 日本是1895 他那個什麼 他們之前就來了 比中華民國的歷史還更久 比中華民國歷史還更久 整個文藝復興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對吧 這叫做回到自然 就是這樣 就整個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回到自然 back to the nature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大自然觀 一個科學觀 甚至連那個達文西或達文奇 OK 你看這些人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應該說達文奇 按照希臘文 不是 那義大利文 達文奇 CI 等於是達文奇 OK 他說 如果你不利主義 大自然 這個美好的基礎 那麼你的勞動 將無畢於人 無益於己 這達文奇 那我 這是在整個 近代科學革命之前 對吧 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覺得 應該就達文奇 那這個你看 又是畫家 藝術家 也是科學家 他 在某個程度 他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數學家 那時候畫畫 都是需要有數學的理論 所以他整個概念 對吧 就重新回到理性 他就利用理性 重建所有的知識 以及到大自然中 去尋求真理的源頭 OK 所以開始就這樣 又對你四周 你的四周圍 這些大自然的 重新產生興趣 就回到 古希臘人的傳統 OK 所以 比拉格拉斯的一個傳統 然後在他整個的信念裡面 他說 上帝就是一個數學家 上帝就是一個數學家 所以文藝復興 也是回到這個概念 回到就是 上帝是一個數學家 那這樣的話就不會違背 違背那個什麼 天主教的信仰 所以整個就是這樣 就是回到希臘的信念 他說大自然的行為 對吧 他可以由數學來描述 所以數學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讀數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吧 數學是極端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那我這邊有一個quotation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我要接到下面要講科學的時候 那這邊有一個 就是 就是早期羅馬一個思想家 他有一句話 但這句話可以在那個 有一本書叫做沙梗 一個寫很多科普書籍的 就是講那個什麼宇宙啊等等 物理系的 電物系的 你們不談這個東西 卡爾沙根 就卡爾沙根 他裡面就有這句話 這個quotation 他有一本書很出名的叫宇宙 非常通俗性的 就是一個科普性 通俗性的著作 那個人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writer 他說將來有一天 我們的後代 會因為我們不懂的那些 對他們來說十分淺顯的東西 而感到吃驚 還有許多東西有待於發現 那時候我們將被我們的子孫所忘卻 如果呢 我們的宇宙 不能為每一代人 都提供可探索的奧秘 那麼宇宙就太渺小 太可悲了 他就叫Synica 這是Synica 這句話蠻有意思的 所以 實際上所有的科學的研究 還是要回到宇宙學 天文學 我覺得 所有的科學 還是要回到天文學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然後看到 你看到天空 那產生一個Suprise 產生一個這樣 一個靜仰之情 對吧 所以他那整個就是這樣 一種崇敬的心理 然後一個激情的 激情的Suprise 而不是那種所謂的 征服大政的概念 因為常常以前 都常常就是 我們的教授書 也常常教我們說 什麼人定勝天啊 征服大自然 這個概念是錯誤的 你現在注意慢慢來看 所有的現在 整個氣候的變天等等 所有的問題 都是因為的 人的思想 就是用什麼 用所謂的人定勝天的概念 現在大自然反撲 大自然反撲 所以人定勝天的概念 在科學裡面 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人這麼講 這是叫做唯科學 Pursuit of science 不是科學 你是要知道 大自然的定義是怎樣 人們應該是怎樣的去適應 對吧 明明這邊就是會有颱風的 那你還拼命蓋 在這邊弄一個什麼東西 這沒有道理的嘛 對吧 你要做適當的調整 你要弄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針對它的 針對它的地理條件 各方面的條件 來做處理 所以這種東西 就是一種科學的知識 就是一種科學的知識 那有些東西你要看 前面人做了什麼事情 去查一下 那個就是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藝術的東西 然後就這本書 數學與蒙拉 蒙拉莉莎裡面 它有一些圖片 我覺得就是典型的 就這邊 有興趣可以去找來看 裡面有一些圖 但是那個什麼 它也會畫畫 也會畫畫 我覺得人生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讓自己更豐富 當然你不是不見得 我們不見得要當畫家 不見得一定要當什麼音樂家之類的 但是你應該會去欣賞音樂 欣賞藝術 對吧 然後一些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可以 有很多東西值得做的 比如說我個人就喜歡寫書法 所以我喜歡去看廟 那我去廟一定是看它的對聯 看它的書法 看它寫的書法 所以台灣有幾個地方的廟值得看 就是那個 鹿港 彰化鹿港的 鹿港的天后宫 它是龍山寺 我覺得好像是天后宫 那個可以值得看的 那台南還有很多廟 就台灣最多廟的就是在台南 各種各式的廟都有 非常有趣啦 譬如說就是台南的城隍廟 就是最古老的 而且台南的城隍廟是府城隍 叫做府城隍 因為那時候叫台灣府 所以地位最高的 那新竹的是 新竹的城隍廟是獻城隍 是都城隍 OK 反正呢 地位最高的是在台南 台南的城隍廟是府城隍 但是這樣 新竹的那城隍廟 看起來是看得很臭的 對不對 四周圍 圍到這樣 就是這怎麼是一個廟呢 對吧 這怎麼是 就好像廟跟商業行為 都扯在一起的 但台灣的很多廟是這樣子 對吧 你去的時候 會覺得心情臭臭 對吧 你這邊怎麼可能會得到心靈的安慰 不可能嘛 對吧 然後 我知道台南有一個這樣很特殊的廟 一個這樣 所以說的城隍 你知道城隍是什麼意思嗎 你知道城隍是什麼意思 城隍 所以你看這個都很陌生對不對 城隍就是水鬼啦 對吧 所以他最後就是管制那個地方 就是水鬼啦 那你看那個台南的城隍廟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這樣 你進去的時候 然後 他 反正一進去 他已經放一個七爺八爺嘛 對吧 就有一個七爺八爺 那七爺八爺 對吧 就是台灣的民間宗教 它是非常的領人化 非常的領人化 那你看 如果聯考要到了 那有的父母 對吧 是不是帶小孩子去城隍廟那邊拜拜 是拜那個文判 是不是有一個文判 弟子某某某 遵考證123456789 對吧 今年考聯考 那個考試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要考醫科 你自己看 那個 那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應該去看 你去城隍廟就去看這些東西 然後看它裡面說寫的 因為這樣 你在這邊裡面 你就知道說 喔 這些人在想什麼東西 對吧 我研究 研究宗教 研究 不是要研究上帝嗎 不是要研究神明嗎 是要研究人啊 你要知道這些人在想什麼 類似城隍廟 你自己看 就是因為它整個是非常的女人化 所以你看呢 文判它就是陰間的教育部長 人 所以它整個就是陰間 陰間所有的組織 都是跟陽間是一樣的嘛 整個這樣整個評語過去嘛 那七 你看七爺八爺 你看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七爺 七爺的時候就要出來對不對 開鬼門關對吧 那 然後那個什麼 七爺八爺就是警察嘛 抓到那些小混混嘛 那很多孤魂野鬼那些小混混嘛 要抓那些鬼嘛 它整個是非常女人化的嘛 然後 那個泰人的那個城隍廟 你自己看它還有一個算盤 對啊 算盤不是在學數學啦 那個算盤好像是 它要稱東南亞最大的 所以如果 我有訪客來的話 以前在泰人 有訪客來 我一定帶他去看 這邊有算盤 它算盤就是 你做了多少好事 做了多少算事嗎 要把它計算計算一下 清算一下 加多少錢多少嘛 就算盤 所以這計算 有時候我們認為計算就是 好像是算這個東西 計算就是 按照希臘文的意思 它就是一個算盤 旁邊在做紀錄嘛 做多少好事壞事 就是計帳 這才是計算 所以跟那個 有時候我們認為就是中文的算計 好像那個是這個概念 也有點接近 但是有點詐異 那就一個算盤 然後還有 它進去的時候 它有一個對聯 那個對聯 我覺得寫得非常有意思 詳細什麼 我已經忘了 它大概是這樣子 它說 如果你是這樣 心存正念 心存善念 見到我不敗 何妨 如果你是心存善念 做善事的 那麼你見到我沒有敗 沒有關係嘛 何妨 那另外的 另外那邊的對聯 它說 如果你是作惡多端 然後就算是 就敗了多少次 憲了多少次 也是沒有益處的 大概基本上 對聯是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把它記下來 那還有 它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廟 有一個叫做小城隍 小城隍 也是在那個附近 再過去一點點 就是一個小城隍 就是小孩子 就是淹水死掉的 然後後來就是 好像就不平安 後來就蓋一個廟 後來就變得非常的興盛 就變得非常的興盛 就很多人去拜 然後那個我覺得 大概是三十年前 不止不止 就是將近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我那時候聽說的 然後就有人就去那個 就那個小城隍 修憲宏那邊拜 然後那時候拜呢 他就開始拜 他說 希望 就說拜拜 就求生命 讓他中愛國獎卷 那時候叫愛國獎卷 然後 他一個去黑丸 就叫黑丸 然後他拜一拜 拜完之後 他中了愛國獎卷 真的 就是十塊 十塊 就那時候十塊 他想說中十塊 也不曉得能夠做什麼用 所以他想說就不理他了 他說那時候最高獎就一百萬 那時候一百萬 就不理他了 就還是照樣睡覺 對吧 然後 過了一個多禮拜之後呢 他開始 每天晚上就這樣 睡覺的時候一個小鬼 小鬼 他小鬼 再來一二腳 因為他那時候 他就這樣 一個黑丸 他說 發言說如果中獎的話 要演十出去給神明看 要演十出去 他說中獎要說中投獎 對啊 他沒有講清楚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拜一拜 要講清楚 到底是要投獎 或是什麼 什麼獎要先講好 對不對 一中十塊 對吧 那個小鬼每天晚上就跟他搖 搖他腳 你欠我十出去 你欠我十出去 我覺得那時候聽人家這個傳說 滿有趣的 然後每天晚上搖一搖 最後他還是受不了了 那想說十塊錢能夠做什麼 對吧 然後那時候十塊錢 剛好可以買兩個布袋戲 我們那時候就知道 那時候布袋戲 你自己用不得你 這是最盛行嗎 所以他就去買了兩個布袋戲 他就知道到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廟的那個什麼 那個共桌的前面 開始人家拿兩個布袋戲 跟他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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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搖搖搖 一天兩天 然後人家看他這邊演的時候 就旁邊的人笑他嘛 演了八天 已經知道被人家笑得他才已經受不了了 然後想說八天夠了嘛 就不理他了 又回去 回去 然後又過了沒多久 那個小鬼又來搖他的腳 你還簽我兩齣戲 你還簽我兩齣戲 OK Anyway 很煩你的事情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 就是說這樣 這時候就是文藝復興那時候 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科學研究跟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樣 你自己看就是在所有的歷史裡面 這件事情始終都是會有衝突的 始終會有衝突的 那甚至在基督教信仰裡面 也是會有人也會有這個衝突 有人他說他成績越好 他就覺得有自由感 他就離上去越來越遠的那種感覺 OK 所以他這邊做了一個調和 就是在文藝復興 真的我不騙你 就有人就是這樣 如果他的信仰 他的信仰是比較那種所謂基本教育派的 他真的是這樣子 他會有這種概念 他那種就是那種這樣 因為這種 有時候那種宗教信仰 有時候跟那個修道主義有點關聯 就是要清貧 不要有慾望等等 這樣的問題 OK 所以他那時候這樣 就是那時候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他就調和基督教教育 跟希臘人數學 數學的自然觀的概念 他說 他直接說上帝就是一個傑出的數學家 所以你研究上帝 這個等於是 是對你的宗教信仰是在這樣 在幫助你的宗教信仰 OK 所以你看 你自己看當初那些人 齊利略 哥哥白尼 這些人都是基督徒 牛頓 這些人都是 每一個都是 從那時候整個 整個是要到啟蒙運動之後 才有另一波的改變 那啟蒙運動我們是 我們後面也會提 基本上就是說 對自然界的研究 成了對上帝語言方法和意志的研究 所以這件事情就跟這樣 他信仰跟科學裡面就沒有衝突了 所以這樣 這些人就極力從事以科學研究 從科學裡面 他要去證明上帝的存在 上帝的美善等等 所以你像 比如說就是Dekal 我這邊就摘入一個Dekal的話 他說 世界的和諧就是上帝的數學安排 自然地律是永遠不變的 因為上帝的意志永遠不變 這些人 你自己看 那基本上就還是出於 出於所謂的宗教信仰 那這件事情在我們的現代人 而且就是越來越遙遠 OK 所以更出名的就是鐵律律 他說 他說上帝在自然界千變萬化中 向我們展示令人讚嘆的東西 並不比聖經中的字律少 OK 這了不起的鐵律律 所以後來整個的科學綱也是這樣子 這話就不會有整個衝突 他說科學的目的是為了發現 所有自然現象的數學關係 並以此去解釋所有自然現象 從而揭示上帝所進行的 創造的偉大與光榮等等 OK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有那些 那麼多的有志之士 那個年代 你看 你注意看 劉頓爾這些人 這些人都是極端優秀的人 這些人整個 把他整個生命投入進去 他從事於科學研究 In some sense 是一種什麼 宗教信仰 它是一種宗教信仰的這種心境 去追求 比如說科學 或者是數學 所以你注意看 慢慢去看 現在很多人為什麼 他可以一直 比如說從事於科學和數學研究 你可以一直走得下去 他背後支撐他的 就是一個宗教信仰 否則你走 你走到某個時候 某個程度一定沒力的 然後他缺少這個東西 所以你缺少所謂的熱情 所以呢 在英文裡面這個熱情 叫做ensure enthusiasm 對不對 那這句話 這句話他原先 拉丁文的意思是什麼 有上帝在內心 有上帝在內心 就是上帝在內心 所以你看 你自己看那些 談戀愛的人 非常有活力嘛 他找到他的上帝嘛 他找到他 心中永恆的你嘛 就相當於是他找到人生的目標 所以他就非常有熱情嘛 你自己看那個 他談戀愛的人 一天睡兩個鐘頭就夠了 對啊 他好像就找到他的目標嘛 他說為什麼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缺少 就是這樣 會我們的學生缺少動力 你自己看呢 我們的學生他呢 真的是缺少朝氣 那為什麼 你缺少一個這樣 缺少一個東西嘛 你缺少一個人生的目標嘛 對吧 缺少人生的目標 所以也就是說 缺少上帝在你的心中 所以這件事情可以給你一個這樣 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理由 為什麼在文藝附近這些人 他把他整個的生命投入進去 整個就是一種現身的精神嘛 他從事以科學研究 跟什麼 跟宗教家 現身與宗教 那精神是一樣的 那是一樣的 所以你注意看 像波爾等等 你注意看的這些人 他們人家從事以科學研究 他是把他整個生命投入進去 OK 那這個精神在 在華人世界是比較少 因為我們的價值都太過功利了 我們的價值太過功利 但是文藝附近之後 他有加一個東西 因為你只有回到希臘沒有用 你希臘eventory 然後最後就是這樣 最後就消失掉嘛 那為什麼會消失掉 因為希臘人他不動手 對吧 因為他動手會弄髒的 所以他動腦筋 所以動手的東西都讓那些奴隸去做 那最後就是這樣 因為他缺少動手 他最後就沒有能力嘛 沒有組織的能力嘛 所以如果你知道 希臘人跟羅馬人來做比較 因為羅馬人就是有組織能力嘛 所以為什麼後來希臘會亡國 因為這樣 他已經沒有能力了 他這些這樣 他談哲學最後都空談 就談一些這樣 他就是空談的東西 缺少實際的東西 所以 然後到了文藝復興之後 你不是只有理論而已 對吧 更重要他還有實驗 就文藝復興之後最重要的概念 整個對引進科學裡面最重要 就是他有做實驗 所以就是說實驗主義跟那個唯理論的 他要兩個的結合 所以文藝復興才能夠超越古希臘 如果你做理論 那麼這些理論 這些理論 古希臘就有了 他還有做實驗 還有做實驗 所以開始強要做實驗 開始強要變化 那變化所以這時候就有唯分的概念 有唯分才會超越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已經有積分了 你牛頓會超越 牛頓會超越阿基米德 是因為他會違分 所以我這邊栽錄一段那個什麼 帖利略非常出名的一句話 他說哲學就是大自然 他說寫在 寫在永遠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大書上 那這個大書 我是子就宇宙 但是如果不首先學 學會這本書所用的語言 不掌握所用的符號 我們就不能理解他 這本書是用數學語言來寫的 所以大自然是用數學語言所寫的 符號 他的符號就是什麼 三角形圓形和其他的數學圖形 沒有他們的幫助 人們就不可能理解書中的一個字 只能在 現在只能徒勞地在黑暗中 黑暗的迷宮中漫遊 我想這就是整個鐵劇類帶給近代人最重要的科學遺產 大自然 大自然是由數學所寫的 所以你需要透過數學才能夠了解大自然 那文文復興 最重要就是這三個人 就是達文奇 達文奇 麥可蘭朗 然後還有拉菲爾 所以如果有機會去義大利 義大利有很多那些教堂 然後這兩個人我不知道 拉菲爾的他的棺材 是在一個教堂的那個 不是在地上 是在一個牆壁上 那個教堂是一個圓形的 大部分的教堂 都是那個什麼聖母院那個樣子 聖母院的形態 但是義大利有一個 它整個是圓形的教堂 那個很特別 萬神殿 不是不是 不是萬神殿 不是萬神殿 就是我去過 當然那個名字 我沒有把它特別記下來 我那時候去那個什麼 去羅馬開會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看很多那個 就是當然你要去那個 范迪崗去看嘛 一定要去范迪崗了 排隊要排很久 但是一定 你去羅馬一定要去范迪崗 范迪崗 然後那時候還看了 那邊有很多出名的那個教堂 還有拉菲爾的那個 拉菲爾的那個棺材 他是把它放在那個牆壁上的 沒有 沒有 不是在土地上的 不是土上的 然後這些 你對不對 就文藝復興重要的 他是整個 就是整個透視的問題 他畫畫 他引進一個現代的概念 以前畫畫那個比例不對啦 他展現立體 立體的概念 所以他需要有那個透視 透視圖 那這件事情 就是投影幾何啦 所以這件事情 帶就對數學的影響 就是投影幾何 那就是投影幾何 所以我這邊有一句那個 就那個什麼 達根奇的話 他說 只有僅僅你依靠數學 才能穿透那不可捉摸思想的思想明文症 所以就是 就是說在文藝復興的時候 這邊就提到兩者的關係 數學跟藝術 數學跟藝術 因為之前呢 之前是數學提供藝術的一些靈感 一些的一些法則 那譬如說後來 在文藝復興那時候畫畫 然後就開始強強那個 就是這樣就是那個 就是明暗的分別 所以需要有光學的概念 那就是需要有光學的概念 否則有的人畫那個看起來就不自然嘛 所以光學要進來 然後那個比例要對 那比例要對 那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投影幾何 就一個透視的概念 之前呢是這樣 是數學提供藝術它一個養分嘛 現在反饋回來 從藝術裡面得到的成果 在反饋到數學裡面來 所以其中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 投影幾何 projective geometry 所以投影幾何它基本上就誕生於 藝術的科學 那一個重要的一個 重要的貢獻人叫desarge 叫desarge 中學你們有沒有那個 就畫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三角形這邊切一個 然後就是比 這邊比這邊等於這邊比這邊這樣子 中學有沒有算過那個東西 我現在也 我現在記不太起來 就是一個三角形 十片一畫 然後這邊一條線 然後這邊可能還一條線 然後一個比例 然後那個線到底怎麼弄 有個比例的關係 好有個比例關係 OK 那比如說你看那個這樣 就是非常 就是一個非常出名的 拉菲爾的雅典學院 那你注意看呢 我等一下我們秀這張圖片 我應該要考大家 這個人哪個人是誰 那個這樣 這個非常有意思 這個 這個雅典學院非常有意思 上禮拜那個什麼 我們是不是 世紀記者就找我說 世紀有一個牆壁 不曉得要用什麼東西 我說最簡單就把雅典學院把它放進去 好 如果 你就 如果你這樣直接畫進去覺得不好 那你就 去做那個 就做 做在一個大帆布上面 那一段時間就換 就換 換一些圖片 把這個雅典學院 我覺得在大學裡面 應該要有的知識 應該要有的知識 或者你就放其他東西 然後每個 一個月就換個圖片去放 那你看這個柏拉圖的學院 這個圖形呢 是非常重要 它整個有透視的概念 它主動空間還有色彩 然後呢 更重要就是說 這幅畫裡面 它表達文藝復興對 希臘先行的崇敬 所以你看 裡面有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蘇格拉提 對吧 然後呢 好像有50個人 裡面也有Bita Glass 裡面有音樂家 數學家 and so on 就這幅畫 知道這個人嗎 中間這個 對吧 而且這幅畫 它當初是找哪些人來做 做那個Model 好像這個應該去查一下 可以查得到 我記得好像是可以查得到 我 這個東西讓大家回去 就做 做這些 有一個人在寫東西的 好像是 什麼 奧基里德 然後有一個什麼 Bita Glass 在這邊 回去去check 還有那個什麼 我 我前面講的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就是 米利都學派裡面的那幾個哲學家 也在這裡邊 不曉得是哪幾個 就是 就在旁邊一個柱子的地方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蠻有意思的 這幅畫是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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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 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牆壁 在梵蒂岡 在梵蒂岡 在梵蒂岡裡面的 所以如果 有去羅馬 一定去梵蒂岡看 去看這幅畫 然後 這幅畫 可以這樣放射出來 所以那個比例是對的 那你看這個畫 你不會覺得是怪怪的 所以它有一個這樣 一個焦點 然後是一個投影的概念 最後的 和一個投影的結合 最後的焦點在某個地方 從這邊那所有東西 這樣畫出來 所以連那個建築 這個比例也是對的 就是一個這樣 是一個有一個比例概念 有一個投影的概念 透視的概念 OK 那這個也是 這幅畫也蠻出名的 它這幅畫 它告訴你說 它那個比例不對 你看人 在這邊的那個比例 這個畫 你自己看就是一個這樣 看起來怪怪的 那這幅畫就是 讓你去做對照 有比例的概念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什麼 投影的 透視的概念 它這邊的透視是錯的 所以你自己看 你一不小心 這個釣魚的 這個鉤 會勾到這個人 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比例是 這個比例是錯的 所以這幅畫也相當 相當出名 這個也相當有意思 那你看 那你爬到那個山 那這個人 哪有可能那麼大 好像這樣 跟這個人 跟他在講話的樣子 跟他在講話的樣子 對吧 那這隻 這隻鳥 怎麼可能會那麼大一隻呢 沒可能的事情 對啊 就是一種比例 一種透視 投影的概念 相當有意思 另外這個 另外這個 就是所謂的 就是最後的晚餐 就是 就是最後的晚餐 那基督徒 我們這邊有基督徒吧 有基督徒嘛 對吧 對啊 所以為什麼會是 為什麼是那個什麼 就是為什麼 十三號星期五 西洋的迷信 你知道嗎 十二個學生嘛 包括耶穌十三個嘛 對吧 所以為什麼他們說 十三不提例嘛 還有那個 為什麼星期五 因為星期五 耶穌被定十字架嘛 對吧 所以實際上也不對啦 因為他被賣的是 十四號晚上 不是十四號 是星期四晚上 對吧 所以不曉得怎麼演變 會變成十三號星期五 對吧 OK 這是晚餐嗎 最後的晚餐 對 為什麼天空不亮 對 所以這個話就是這樣 他說是晚餐 那為什麼後面 外面是亮的 這個是一個很funny的一件事情 六五點多人吃 天空不亮 所以他們比較早吃嗎 我不知道 這件事情是這樣 這件事情也是 人家在討論的一個問題 他說 他講說是最後的晚餐 但我想那個年代 他們吃晚餐是比較早 不行啦 有的十一點都還 十一點都還 天還亮的 如果你到北歐去 那個中東 應該跟我們差不多 那個 那個耶路撒冷 對 耶路撒冷他的緯度 應該是跟台灣差不多啦 是差不多 大概六七點 我想六點 七點就應該 應該太陽下山 OK 如果覺得 如果你夏天有機會去北歐 對吧 或者是加拿大 稍微北 加拿大就可以了 加拿大的地方 那麼 到十點來 天還亮的 那早上 可能四點天就亮了 三四點 天就亮 那冬天呢 下午三四點 就暗默 那早上呢 你上班了 九點去上班 欸 太陽剛出來 OK Anyway就是看你 看你在什麼地方 那這種 就是我覺得是一種 人生很有趣的經驗 很有趣的經驗 對吧 就這些 這些壞蛋都是這樣子嘛 好 就是讓自己說 你說的是我嗎 這差了 先畫兩次 就類似這樣子 因為這是一個 然後呢 你繼續看 你看這個線 你把它拉過去 你看這邊直線過去嘛 那這邊直線過去嘛 你就說 在後面這邊 就是一個焦點 所以這個比例是對的 這個是達奔提的 這個最後晚餐是達奔提的 OK 這相當 就是說你看 那十三個人 那十三個人的表情都不太一樣 相當有意識的一幅畫 OK 所以 我們從事於科學的研究的人 像這東西 都是非常有意識的 你不是說 這個是屬於藝術系的 我告訴你 藝術系的人 他不見得有這個涵養 不見得有這個涵養 雖然我們不是畫畫專家 但是這樣 至少也學會去欣賞一下 OK 那你看哪一個是 就是說這邊十二個學生 對吧 哪一個人是彼得 對吧 你看 耶穌最 耶穌最 就是最器重的學生 就彼得嘛 對吧 彼得 雅各 約翰嘛 還有安德烈嘛 這四個嘛 這四個人都是漁夫的 就是他們都當漁夫的啦 對吧 但是這樣 後來這些人 你看 就是讓人家瞧不起的人 漁夫嘛 但是他就永垂不朽啊 對吧 對吧 所以你看這個 從這個聚焦線裡面 他帶給人 完全不一樣的價值觀 對吧 以前看中的是五級一郎 對吧 那像以前那個什麼 Dominion Pizza 大家來做五級一郎 是不是 我很 那個廣告 我會非常爛的 爛的廣告 是不是Dominion Pizza 就是要講 他裡面 那廣告好像這麼講 那廣告是爛的廣告 OK 他只是說因為他是個老美 看他講 講國語 他就覺得很有趣 他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我應該還在秀一張 但那個是大家已經熟悉的 就是那個什麼 蒙娜麗莎的微笑 就這個呢 就這個 那你注意看 就是你自己去做分析 他實際上就是有個地方是做 以內點為中心的啦 那你注意看就是這樣 你注意看那些畫畫 或者是你去照相 比如說照人 如果你的照相把人直接照中間 那個都不好看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這個東西也不是這樣 就不是正中間喔 他不是正中間的 正中間照到你應該是鼻子 但他好像是以眼睛這邊為中心嘛 對吧 所以如果應該還 如果大家對照相有興趣的話 你注意看 你要真正照人對吧 照風景 人放到中間都不好看 就是要有一個這樣 有一個比例 而且要有一個比例的概念 那照起來就好看 OK 但現在因為這樣手機很方便 就亂照了一大堆 對吧 所以很多人就知道 照了一千張 然後挑一張好看了 對吧 所以你就看不出那個什麼 他照相的技巧在哪邊 OK 好吧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談到這邊 然後就文藝復興藝術完之後 真正就是鐵律略哥白領這些人登場 好吧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談到這邊 OK Have a nice weekend 小廠 小廠 bay 周悠 跑 使 luc こ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